各位有没有上网常需要做注册 那你都用真实信箱吗 那专套的设计你一定该答 不是吗 你老是出动真实部队去找他 那他就寄信给你 所以有一个关键字你要会 这是我部落格写的文章 信箱皆可抛 不是只有眼镜可以抛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抛弃试信箱 找找看 你来这等一下会进到我的部落格的文章 因为有些服务 你根本不是真心的 有些服务你不是 你只是先来玩一下而已吗 你想要试看看而已 我又还没有试过 怎么可以就把我的资料就留给你 所以呢你可能需要这种来处理一下 第二个是怎么样 既然你是来玩的 那如果说你提供你的真实资料给他 那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收到这设计以外 第二个是说 我们的那个网站他很多 为了阻挡你 就是说确认你有真实的身份 所以他还会做一件事情 你看早上弯号 如果你是用标准会员注册 有没有寄封认证信给你 确认说这个人会收到信 表示这个信箱是有用的 不是假的 那也没关系 你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搜寻一下 抛弃式信箱 你会找到很多 会找到很多 那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十分钟了 十分钟之后自动消失 点进来 好 有没有看到 他已经在开始倒数计时了 十分钟之后自动消失 有没有产生一个信箱 然后呢 你的收发信件就在这个邮件里面 直接执行就好了 好 我往下走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里可以做收信的动作 所以如果那个系统 有记忆封信给你 你在这边就会收到 你在这里直接回信给他 这样有没有比较方便一点 尤其你是要当那个 测试人员的 我就不用老是用 自己去注册那么多信箱 然后再一个一个测 不用 这边就有很多可以给你测 而且你刚刚用的关键字 你会发现 哇 一找一头拉骨 那 还有什么地方你会用到这种镜像 要深入险境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去过一些 比较不该去的地方 男生 有没有去过一些不该去的地方 有颜色的 或者是有什么 有一些盗版的东西 包括影片啊 软体啊 这个对案比较多嘛 或者是有一些 网站 如果你去那里 你用你真实信箱注册 有没有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你也可以怎么样 用这种 那万一你十分钟之后 还没收到信怎么办 你可以跟他讲 神啊 这给我十分钟 因为我还没收到信 如果真的都收不到就算了 就换你个吧 因为 有一些网站有发现 这类的那种 信件的提供厂商的 所以他那个网遇 也会被他挡起来 也有啊 我有遇过 反正 这类服务很多 那么 这种是十分钟的 也有那个可以用一个月的 就是你可以大概指定时间 所以 有兴趣的 你可以到老师这个部落格 稍微看一下 原则上主要是这几种 因为通常都是临时性的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减少各位 收到垃圾性的机会 虽然 也许你在朋友之间 现在用信箱联络 有没有发现比较少一点 因为大家现在都要比较快一点 都是用LINE 用FB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工作上来讲 信件的联络 通常还是比较正式 对不对 尤其是你要跟大家一起做沟通的 那个通常还是以邮件为主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还是 偶尔还是会需要用到 172 5 5 5 6 6